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让基隆更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 国美秀郭一座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基隆电视台 所有乡亲 及我们的曾议员 还有我们何议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 新义区市议员何淑萍 主持人 国议员 曾议员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何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 仁爱区市议员曾继言 主持人 郭议员何议员 以及我们电视机前面 所有的观众 大家好 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 现在我们的小爱爸爸市长 谢果良在推行的 以人为本的交通政策 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义座 它在交通政策部分 尽了很大的力量 为地方的民众把关 快来看我们仁爱区 第三三项 这个两片的人行道上面 这个路灯杆刚好设在人行道的打盲砖上面 这个非常的不理想 而且会一笑大方 在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有张荣荣津一座的时候 已经拆掉了两座 所以说这一届的话 再请征一座 为我们的人行道上面 会来拆这路灯 再拆改善我们行人的道路 行人找到人行道的时候 碰到路灯杆 你就找到大马路上来 会造成的行人跟车辆增造 非常的危险 我们草动里里长 里关键里长 有接问民众的陈情 陈情我们金融市仁爱区 一山三项路口 因为路灯的灯感 影响行人行的空间 那我想现在谢市长 我们金融市政府也在推 行人友善友善行人这个政策 那我想今天请我们金融市政府 公务处来会堪 然后一起来改善 移除我们这个路灯 然后把该路人行的空间 然后还给行人 现在我们金融市政府 我们小爱市长 在推这个行人友善 那我想行人友善 不只是说在路口 车辆要离让行人 那我想行人行的空间 那也是非常重要 所有的杂物 所有的交通耗制 所有的路灯感 全部都要移除 把行人的空间还给行人 那我想还是 这边我们 整体长这边 还是会督促我们金融市政府 尽快来移除 然后把该给行人行的空间 把它让出来 议员曾经言强调 市政府正大力推动 路口的行人友善 希望也将行人友善的美意 扩及到各个人行道上 减少人行道上的障碍物 让市民朋友都能安心 又便利地使用人行道 这就是民众最有感的感动 就是生活周遭的环境变优质 那当然民众住在这里的幸福感 也会上升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曾宜座 谢谢 那我想 现在我们的谢市长 我们的小孩爸爸 他在推行人友善 友善行人也好 那我想一直在强调这件事 友善行人 或是行人友善 不只是说 车子要离让行人 是包括行的空间 都要还给行人 那尤其刚才 大家看到VC这一段 那这也是好几十年的 那个障碍物的那边 那个电线杆都在那边 那好几十年 没人去注意这个问题 那也是市长善恨以后 加强在督促我们警察局 督促我们金融市政府 把行的空间 还是要还给行人 那这次会看的话 我们公务处也答应说 在近期内 一定会把所有的空间都还 让出来 那把所有行的空间 都让出来给行人来进走 这样子 对 这就是行人友善 最猴的一个示范 那当然还有地方居民的需求 大家一定要听到 我们来看看在信义区 比如船体这边居民那么多 还有我们美的世界 这边居民那么多 人数那么多 我们这边都没有一个斑马线 可以过来对面 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 最主要是这边比较直 他就大家速度很快 然后从那边上来 也是大家转弯的时候 也是加速这样子 会造成很多车祸 车来车往了教校街 周边大型社区林立 包括港都传奇 美的世界社区 居民就超过数百户 但仔细一看 从社区出来 民众要过马路 只能够随意穿越 是不可能请民众走了200公尺 到深美国小那边再绕一圈 按照交通法规这样走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我们有一个合法的斑马线 那民众就会按照规矩上去走 那这样子大家也都安全 开车的也安全 那开车到这边 他一定知道一个斑马线 那我们大家都会减速 那行人也不用这样很慌张 那边东刚西旺要走 我们这里有好几百户 然后每次这些住户要过马路 都提心吊胆 因为这里的车速真的非常快 那何淑平服务处这边 也办了很多次会刊 那这一次终于就是有结果了 经过市议员何淑平争取 邀请了交通处会刊 交通处同意划设斑马线 近期就会完工 不晓得划好了没有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何一座 好的 这个因为这个美的世界 跟港督传奇那边有好几百户 然后这里就有这个民众 向我承情的 这里就有写了 这个教校街很宽大 虽然线数只有20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遵守这20 然后每次反应呢 这个警察都说有取缔 可是问题是警察 可能警察站在的时候 可能大家速度就 大家都变乖了 对乖了 可是没有的话就是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 他说这个上坡上来之后 到教校街18号前面 车速又很快 又是转弯 然后到我刚刚这个VCR那边 我站在那座桥那边 大家就哇看了就好像很长很直 大家就开始嗯嗯嗯 然后就开始又飙过去了 所以说我就利用三次的会刊 在刚刚主持人问我 好了没 好了没 对 然后第一个就是在 我第一次会刊是在 12月16号 去年的12月16号 第一次会刊 然后第二次会刊 再一次的跟他们请请拜托他们在研议 好大安的会议上面说这里真的很需要一个行船 不然这些人真的每天都跟我说这个过一个这个马路真的很难过 所以说我又办了第三次的会刊 然后终于终于获得了我们这个市政府那边首肯 就是说愿意来帮我们画 然后登登在4月14号画好了 所以说这个里长 要感谢里长跟这个当时这个争取的这些官委会啦 这些主委 这些的人很用心 让我们这些居民啊 能够就是在行的方面很安全 可是在这里呢 也要请我们的行人要过这行川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左右 有没有来车 那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 经过此地请方曼尼的速度 是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都市地域的恶民 是 就是要推那个有在行人 对尤其又是我们现在小爱爸爸 又是以这个行人为优先 那我也希望我们行人在我们驾驶人里让行人的时候请你们也要快步通过 因为有时候也有很多人跟我反应 就说明明这个走过去之后 他说那天就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们好像把斑马线当成是伸展台 走过去之后又走回来 然后对然后他说等到他们要右转的时候只剩下五秒 然后他就说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体谅 大家都要互相体谅 就是说真的该行人走的时候我们就快步通过 让我们的驾驶朋友也不要说让回毒的太厉害 对就是大家互相礼让让基隆变成友善之毒 对那当然我们刚刚在看这个交通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基隆在我们警察局统计出来 基隆一年的车货量三万多件 也就是平均大概每天会有十几件 我忘记数据是不是这样 但是那时候听到数据的时候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多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遵守交通规则 这很重要 那当然就很多青年朋友他们要考机车驾招的时候 都会苦于没有免费的练习场 我们的美秀姐我们的郭艺座 其实长期以来都在推动这一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秀姐 谢谢主持人 在机车考照练习场 据我所知在93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就是推广这个机车考照练习场 甚至于下乡考照 我们93年的时候下乡考照 一场下来都是400多个 我前几天跟我们张燕祥处长也聊过 他也有办下乡考照 他是500多人 所以说在基隆地区因为是多于又山丘 机车对每个家庭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甚至平均一个家庭里面最起码两支三台的摩托车 我们就是自己画 然后由经理上的人来这边画 他都有固定的规格 然后从旧的一直画到新的 然后一次画就是十几万 没有就是一万五 然后那个场地 我们都现有我们的篮球场也好 然后海星那个停车场也好 那后来都因为他们要重建或是干嘛 所以导致于我们基隆市到目前 还没有一个真的很完善的一个机车练习场 在我所目前我知道 台湾省有22个 现在是平均现在有52个 平均两个 等于说2.1了 那大家都有 为什么基隆只有18楼换东那边而已 而且他的那个路线都不是很合物线在规格的 所以我希望在我上任这个4年以内 我一定要去帮他推广 让这个本来是大家都从基隆啊 不是从高雄啊从台中来到基隆学 他们会到亲戚家住个8天 然后在我这边训练个8天 考上驾照他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对 他们会跟当地的县市啊 或是说区公所跟他们要求 所以现在反而说 你看云岭的二轮啊 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练习场 我看了一下52个都非常好 就只有基隆市最开始做的 而却是最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场地 所以说我最近一直跟我们所有的议员 跟市政府也一直在 在就演绎看要哪个地段 像我们基隆市 就是我们有一个面粉应该面粉厂 对面粉厂以前是军工家那个用地 他就可以让安乐区中山区仁爱区 这些民众可以在这个地方练习 然后出入口可以从安逸路这个 安逸路市场这边出入 因为如果正面的话比较危险性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找这个场地 也一直希望市政府能协助 然后让我们中山区 刚刚我们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练习 然后就是降低那个发生力 真的111年我看一下 商网的话就是5900 哇这么多啊 这么多 对商网 所以说我希望你看前两个礼拜 我们基隆 不是基隆市 我们的那个政府也在退 让这些练习 就是补习班这些 有一个合理的也下来补助了 所以这是民之所需 也是我们民众最需要的东西 而且也是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乡境 最需要的一个 其实是考照练习场 我到现在还是天天 有民众一直在跟我反应 一直说什么时候 会有那个练习场 我们的小孩要练 因为每一个小孩子 满了18岁 他就是要练这个 要考照 对 我希望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去练习 也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这就是地方民众的心声 就是希望有一个免费的练习场地 让大家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 到底要怎么考 当然对以后行车在路上 也会更加有安全 更加有保障 那当然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还有就是交通捷运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才完成的宫廷会 相关的基隆新北台北的 这个正常宫廷会的意见 我们都会纳入 我们相关的中文部网的报告 当时在讲的是 北北基陶首都圈 串联国家门户的 从海港到空港 所以基隆市可以零出资 他不是为了基隆市的通勤目的 而发展的计划 当时零元 这件事情 我觉得必须要在计划目的 这件事情 请李刚主命 能够再次说明清楚 现在基隆市要负担这么多 你们的计划目的改成那样 那请问当时林前市长所提的 这件事情不算数吗 七堵明德一路这一段 到大华桥头这一段 路幅很小 不知道规划设计是如何去克服 基隆捷运现在地方基隆的负担额 总数为35加26亿 一共为61.65亿 再跟大家报告 61.65亿 那当然 即便是六十几亿 在这个原则下 本府还是要基于 跟这个交通部 继续努力的沟通 来讨论出一个可行的财务模式 而基隆捷运八堵到基隆的第二阶段规划 也成为现场关心的另外一个焦点 参与的民众认为 中央有必要尽快的把后续进度 跟大家说明 不然这个基隆捷运辐射范围 只有到七堵以及暖暖的一部分 似乎跟大部分的基隆市民 没有直接的关联 铁道局方面也表示 会收集地方的意见 纳入基隆捷运综合规划当中 所以要带大家来关心就是地方的声音 到底是怎样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曾益佐 谢谢主持人 我想捷运的问题 尤其是基隆捷运的问题 以及困扰基隆市的市民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 也非常非常多 很多年在基隆市议会也讨论了无数次了 这次我们交通部的铁路铁道局 办一次综合规划的工厅会 我大概看一下的时候 他有经过五个站 一个是八堵站 七堵站 六堵站 百福站 以及我们的北五堵站 我在这边 我身为仁爱区的议员 我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中央 尤其我们交通部的铁路铁道局 如果你真的有规划的话 它就是第一阶段的规划 我希望说第二阶段的规划的时候 能够从八堵站 把捷运拉到基隆市区 尤其是拉到我们的仁爱区里面 那我讲仁爱区是一个比较早期开发 也是我们基隆市的市中心的一个区域 一个行政区 那如果你捷运只到八堵的话 那我想真的也看不出来 到时候有什么效益在 那这边对于捷运我本人是乐观其成 那我也不希望说每次一位开议 就是为了这个捷运或是所有的基隆市市民 在基层的声音就是捷运什么时候会到 捷运什么时候会盖好 捷运什么时候会通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基隆市市民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那在这边还是一样 建议我们交通部的铁道局 真的有规划的话 一定要把八堵站再拉一站 再进来到基隆市区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铁道 谢谢 是真的就是听在地的心声 就是当然市区的民众希望真的做的话 就是要把监运拉到我们的市中心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何淑平何一者 好 那刚刚有讲到整个的基结 有13站 5站在基隆这边 那刚刚我有提到就是 七堵 刚刚VCR上面我有提到就是 七堵明德一路到大华桥这里 腹地太小 我有问这个铁道局 他们要如何去克服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如期的克服 因为他们光是一些用地的取得方面 对 还有就是还要再克服一些腹地太小的工程问题 这个都会造成未来的工期的一个延宕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等了二十几年的这个环品终于通过了 我当时也有提出就是说会不会去卡到我们这个北五堵的一个新市政的一个进度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缺工缺料 这个物价上涨也不是现在的事情 而且你整个的时间拖越久 这个你的费用又越高 对你的费用更高 所以说我从来不相信他们给我们的承诺 因为比如说他之前425亿的时候说我们负担17亿 现在697亿我们要负担53亿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集结的一个memo 等一下再继续讲 就是说这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最终不会是中央跟我们说的53亿 因为你时间拖越久 费用是只是会越来越高 不会越来越少 那第四个 刚刚成如这个我们争议作讲的 至少要进到仁爱区 因为我们现在转运站也是在我们仁爱区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只到八堵 对不对 只到八堵 那你八堵到基隆这一段 你要什么时候执行 你现在才在开这个规划设计 对不对 那你八堵到基隆这一段是我们基隆人最期盼的 而且不是说你其他区 像中正 中山 仁爱 信义 安乐区 这其他五区 你大家都要去八堵 去乘车 那请问一下 这些你如何的来接驳 转成 这个铁道局你们都要说清楚讲明白 然后再来 这个未来完工之后最重要的谁来营运 我想请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未来这谁 我们有经过新北台北跟基隆市 那未来是谁来营运 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工程费用 这个暴增1.5倍 纯粹是因为物价指数上涨吗 光是我们的自筹的费用从17亿到112年3月17号铁道局的资料 暴增为53.86亿 那其中工程的费用从13亿增加到35亿 增加比达到155% 那理由是物价指数上涨吗 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铁道局你要怎么来跟我们基隆人解释 那第二个用地的部分 我们基隆市政府来估算用地的经费又增加 增加让我们地方的负担又变更沉重了 那在这里包含了地震处 他征收补偿多了0.45亿 都发处地上拆迁物补偿5亿 产发处估算北五堵营区的弹药库迁移 还有拆迁补偿费又多了2.34亿 三项加起来总共多了7.79亿 所以说这个铁道局说3月17号说18.37亿 再往上增加26.16亿小军 不是他们所说的53亿就能解决的 市政府他有去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 至少要61亿至少要61亿 不是他们所说的53亿 我们现在自己这样算一下 用地的取得的增加还要多这么多 而且现在刚刚在跟曾议员在那边聊的时候 现在市政府要开始筹钱了 对不对 你现在市政府要开始筹钱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不是吗 希望不要去排挤到我们基隆市政府其他的预算 是真的经费的问题一直不断的上涨 也让大家非常的忧心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郭一作 我个人觉得基隆要发展成为一个观光城市 它的捷运一定要进来 这第二阶段一定要进来 因为进来会到我们的市中心 那你看游轮已过来我们的东岸跟西岸 所以说它是带动我们整个基隆市的一个经济的动脉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绝运第二阶段一定要选迹到基隆来 谢谢 是就是地方的新生 那当然捷运到基隆这一件事情 一是观光 二是为民众着想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营造大家 营造基隆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说到有爱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团体 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郭一作 他争取全市高龄者免费的营养午餐 高票当选基隆市中山区市议员的郭美秀 和中山区建民里长郭振勇 一起发送爱心便当给老人家 收到便当的长者都很开心也很感谢 这么好啊 这么说啊 这么好 没有 我就不用煮了 像我们两个母亲而已 我们家都去厨房子那里做 先我一个人 我到便当我就不用煮了 不是很好 我全身可以来做这做一工 我们洋艺员在中山安信协会的推动下 营养午餐送到每个礼的据点这边来 帮助我们去 真的老人家晚餐是儿子女儿回来 午餐的时候 有时候老人家忘记观法师什么的 造成很多我在的那个状况 自从杨艺员这个爱心便当这样 真的收益良多 老人家收益良多 为了照顾长者中山区市议员当选人郭美秀和已故夫婿 也是故机动市议员杨时辰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提供爱心午餐 给中山区最多18个礼 到目前因为中山一夜路拓宽后 剩7个礼的老人家便当不中乱 如今高票当选的郭美秀进入基隆市议会后 将提案推动基隆市老人家享有免费营养午餐 照顾长者 那因为拓宽40米道路 而让我没办法继续这样做 所以到卫生所隔壁之后 中山二路是三号 那因为没有场地 所以导致于我们用便当店 直接送到各站去 我们目前只有服务7个礼 至8个礼 那这个当中呢 也是证明说民众是需求 我们老人家需求量相当大 也相当需要的 那这一次在我的证件里面呢 我也有谈到老人 那个爱心便当营养午餐的部分 我希望我上来之后 我会去往这方面去推 因为我们基隆市 以后面临的还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老人老人化的这个社区 所以这个区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我相信我可以去推动 因为我实质上经验真的很丰富 目前是往65岁以上 能免费营养午餐 那当然这个可能还要等我 进入议会之后去调查资料 我才能明确的去推动这个案子 所以在此我非常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十几年来 对时辰的照顾跟美秀的照顾 非常感谢 谢谢 郭美秀强调照顾独居以及弱势长辈 一直是他和已故夫婿杨石成的心愿 特别是根据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老人福利科的资料 目前基隆市老人总数 占基隆市人口数的19.23% 也就是每六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预估最快明年2023年 基隆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因此郭美秀认为 基隆市推动老人免费营养午餐 课不容缓 刚刚我们就在跟美秀姐说 她说她其实已经推了12年 哇很久耶 真的很伟大 每天有400多个便当 我们要请教美秀姐来跟我们说这段故事 其实起因是因为 我本身是人正里 以前是第18届人正里里长 那我几乎把我的薪水都是贡献在我们里内 包括垃圾就请人家专门到 然后每天每个礼拜一定会共产给老人家吃 我也没有跟市政委申请什么据点 然后一直到我没上之后 我在议员那边养议员服务处 我就跟议员说我要做安心便当 她说好啊好啊 可是我们不要收钱 我说你不收钱的话三个月就要到了 因为那费用真的相当的大 那我一开始从30个便当开始做 然后就去行销 然后后来老人家就一直一直增加出来 然后跟我报名 报名到最多的时候是一天做480个便当 然后我从早上6点多 我记得一店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来采访我 然后跟着早上6点多跟着我去采购 然后我把整台乡型车 因为我以前是开娃娃车 那我娃娃车就把它拿来运用做运送车 就是运送那个便当 对还有采购 对空车上去满车下来 所以曾议员的岳母应该都认识我 因为我红萝卜什么 我都是跟洋中 都是跟他们拿 所以说我采购要考虑说老人家咬得动吗 经费还有色泽 就是色相位居全 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因为老人家如同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我一定要让他们吃的营养 吃的开心 然后吃的安全 所以说我当下那时候有80几个子供 分成三批 然后二三四 然后一天就是27个 然后洗米洗菜打包 我们一般来讲6点多出去 采购下来8点多 开始洗菜切菜 然后洗米最可怕 洗米要洗13个50人份的大电锅 洗到最后没有人要洗 就我跟一员下来洗 因为那个很重 要洗洗完之后还要倒 还要搬上来 对 那总共一天就要煮15锅 50人份 所以一天就是480个 然后我们10点一定要把菜全部都做好 然后开始打包 这包菜也要很久 对对一个小时一定要完成 对然后11点上车 然后我就开始18个点 我们坐上去有24个里 可是我送了18个 18个据点 几乎18个里 然后在你 我常常说大家说 上便当或没什么 其实上便当的当中 你可以去跟我们的长者互动 我们就可以悬切说 美苏阿姨今天怎么没看到呢 他住院 那住院我可以去协助他机难救助 然后去了解他们家的状况 甚至到家里去光怀他 甚至有的阿姨跟我说我们家电灯路灯怎么坏掉了 或是地上哪边破损了 或是漏水他们都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窗口就直接 我就跟我们的乡亲就直接的可以做服务 所以我觉得在送便当这个期间 二三十个或是五十几个老人家在那边等我 我都觉得我这辈子我这一生最值得的时候就是 最精彩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光 我可以去服务我们的长者 然后让长者在第一线 所以我上来当议员之后 我就觉得这是民之所需 也是我应该要去推的 我也大列看了一下 基隆市老人 老人有 等一下 三十六万两千一百七十七 就是不是 就是基隆市的人口是三十六万两千一百七十七人 那老人就占了七千多 那等于说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 所以说这是势在必行一定要去推的东西 那基隆市老人能有一个很营养的午餐 所以这老人营养午餐免费我觉得应该要去推 如果说经费不够我们可以从八十五岁以上开始去实施 或是七十几七十五岁以上 那看市政府的经费 然后我们往这个方面去做 这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民之所需应该去推的 也是我们民意代表应该要去做的事 谢谢 真的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地方关怀地方满满的温暖 那当然结合社会上的力量来关怀我们的弱势朋友 来关怀我们需要关注的人 我们在合意做的关怀下 其实也有很棒的故事 亲自将七万多元的扇款转交给赌南国小校长 凤凰狮子会师姐妹们 特别来到赌南国小 要来关心两个弱势家庭 可爱的作品中 看得出孩子的天真无邪 李姓双胞胎兄弟 今年二月和妈妈一起骑车到平溪看天灯 回家途中不甚发生意外 妈妈伤重不治 而同校另一个家庭周氏兄妹 爸爸年初突然骤士 家庭的经济顿时失去依靠 因为这两个小朋友是特殊生 原住民低收入户这一家 也是蛮需要社会上所有资源在援助 两个家庭急需社会的帮忙 借用凤凰狮子会在前会长袁秀军 徐立林及何淑平的号召下 短短几天内大家小额捐款 总计募集到七万多元 立即送到学校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抛砖引力的一个精神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伸出援手 因为小朋友除了在学校的课业的费用 还有他们三餐 我希望都需要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伸出援手 来协助他们 有一些部分的钱 我们会留在学校里面的爱心专服 作为他们的学籍注册 部门费或是科学专服等等之类的费用 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艺座用心 它真的集了很多单位 把社会资源集结起来 我们要请教艺座 因为连斯文老师也是赌南国小的老师 也是我们凤凰师子会的师姐 然后他把这两个案例到我们会里面来讲 然后就获得我们袁秀军原前会长的支持 然后他们就发动捐款 因为我们看到里面就是有一个 一对周姓的一个兄妹 他父亲从这个印架上面跌落 然后在过年的时候 在睡梦中就是离世 离世之后 他就是家里的一个经济来源 突然就是没有一个经济来源的时候 就变成说他妈妈要去打零工 所以说三个小朋友就是很孤苦无依 然后第二个就是2月3号6点的时候 那个妈妈带双胞胎 一对双胞胎去天息看放天灯 结果后来厂商把帐篷设在机车道上面 居然没有弄警示灯 结果母亲在这对双胞胎面前过世 那小朋友是受伤受轻伤 所以说对这小孩子的心理的创伤也影响的很大 所以说除了我们给他捐款之外 那我们也要求就是学校给他设立专户 然后就是说还有心理的辅导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对他们未来的一个就是教育专户 然后让他们就是在注册的时候来使用 还有这个营养午餐的费用来使用 不是说一次就是给他们 给他们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一次赌南国小校庆的时候 我有去 老师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抛砖淫欲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说有人就真的把钱拿去学校 所以要捐款 所以说我觉得社会善心人士真的很多 也要感谢我们凤凰师子会的全体师姐 也要感谢社会上善心人士 谢谢 就是哪边有需要就是哪边支援哪边去 这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整合的力量 那除了我们要关怀我们的好朋友之外 保护我们的家人也非常的重要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营养总队长 是我们的曾继妍正义座 基隆营养总队长举行不达典礼 新任总队长游市议员曾继妍接任 我想今天接任我们基隆市义勇消防总队的总队长 那我想未来对于我们营养的训练 以及营养所有的福利以及福祉 我想我跟我们的谢志长一定会努力来争取 那我想我在营养100年 就是在民国100年就在营养里面 担任有在职的那个顾问 那我想对于营养整个的了解 跟我父亲长期在营养里面工作 我想对于营养整个工作以及团队的经过 我都非常非常地了解 那未来还是会对我们的营养所有的福利 来争取最大的权益 交界典礼上包括基隆市各界地方师生 市府及营养同仁 大约200多人官礼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营养同仁很辛苦 允诺逐年增加营养人力 添购设备 我们非常重视营养打火弟兄姐妹的各项权益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冒着他们的生命 在第一线为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来护卫 那未来我们会跟消防局跟局长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营养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紧消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来努力 也恭喜我们的曾总队长 因为他们两代其实都是义宵 那我们也了解他们做事都是非常的投入 那未来我相信义宵有什么 要努力要打拼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这位总队长一定会 这个义无反顾 一定会好好的为义宵 义宵兄弟姐妹们来好好打拼 市长谢国良也期许 总队长就职之后带领义宵伙伴 协助消防局执行勤务 让金融市民居家安全更有保障 就是要保住居家民众的安全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争议 其实还有一大串的计划 就是要为我们的义宵的装备来争取经费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我担任我们义宵总队的总队长 那我因为知道说我们 其实我们金融市的消防局的人力编列都不够不足 那长期都是仰赖我们所有的义宵 我们这些名利 名利单位来协助协勤 那大家都知道 消防队消防局 以及我们的义宵要做的工作 就是救难救护救助 那长期的话 我看所有的义宵的兄弟姐妹 他不管是假日 还是我们过年的时间 他都在携勤 都要值班 要轮值 那最近我跟我们的向勇财相局长 那也有去 大概去拜访一下我们金融市政府的裁处单位 那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向局长 在把义宵所有的经费 往年编不足的 这次一定要定期大会的时候要列进来 把它编足 那才不会说 因为你金融科本你没编的话 那可能就是可能就带过了 你追加也没办法去编 追加出来 那其实义宵的装备跟紧销的装备 其实都是很老旧的 那我上任以后 我也去大概整个我们九个分队都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听听我们最基层的义宵人员的心声 那大家跟我反应 反应很多事情 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我们金融市政府 尤其是我们的小孩爸爸 他对我们义宵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都非常非常的支持 那他也答应我说 在年底的总预算的时候 那请我们的消费局这边 把所有的预算都送进来 大家把编组以后 让我们的直接保卫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锦销 或是义宵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才有无后顾之忧 才有办法说用良好的设备去保卫我们的家庭 保卫我们的国家 保卫我们的金融市市民 是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在地 关注我们的在地发展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何书平何义座 其实在教育的部分花了很多的心思 其中就是为大家来争取我们沉浸式的英语学习环境 我们来请教何义座 我最常跟市长讲一句话 就是什么都可以省 就是小孩子的教育费不能省 那我利用三次种植群时间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跟当时的张通融张市长争取到三千两百万 设立了一个基隆市第一个英语村在东信国小 然后那时候争取到这个经费之后 然后又争取了这个经费 让这个老师去韩国取金 因为英语村在韩国他们做得很不错 所以说让老师去那边取金 然后回来之后才能让小朋友 没有沉浸在全英语自然而然的开心的学英文 然后之后再继续推 推这个区区有双语学校 那现在我们国小方面 现在有七所 七所小学已经陆续的有双语 就是中兴国小 中华国小 长兴国小 暖暖国小 郑兵国小 安乐国小 成功国小 在国小的部分有七所已经是双语的一个小学 然后在国中的部分有我们中正建德百福 然后高中的部分有我们这个安乐 暖暖也特别的增色的这个双语的实验班 那我会继续来争取更多的学校都有双语的这个教学 那身为一个妇女跟一个妈妈 我在这个议会 长期的关注我们这个妇女跟幼儿的一个政策 那像现在少子化 之前我们党团这边也非常的支持 就是对于生育的补助津贴 还有现在我们育儿的这个津贴 我们都这一次在追加减预算 都会帮我们市民朋友来争取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希望就是减少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就是拉近跟双北的一个距离把它拉近 让他们愿意就是留在我们基隆生活跟就业 是 这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要大家一起来 第一方面大概就是为民众来争取这样的福利利益 那这样让我们的年轻人会愿意生安心养 这件事就非常的重要 那一样就是关注我们的在地发展 为民喉舌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郭美秀郭一座 其实他非常的勤走基层 就像他刚才在关注我们长者的营养午餐一样 就是面对面第一线直接是最能听到在地的声音 这样这么多年来 我们入瓶 水沟通 灯咬亮 这件事其实是民众最有感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郭美秀郭一座 主持人好 最近我一上来每天就很忙 路坑坑洞洞 我一向一向几乎都在 就是都是两三年的问题 老问题没有人解决 几乎都是在我认内 我这阵子一直在忙这些 然后每一条一条的在决绝 不管是冷孔盖的问题 冷孔盖的问题还有路不平的问题 还有灯灶灵的问题 像灶灵方面 像高速公路中山一二路 他设计的那么宽宕 然后当时他没有去考量到路灯的问题 导致于中间都是太昏暗了 尤其下雨天我们基隆是多雨 下雨天常常就是雨都 那个水面上会反射 所以灶灵又不够的话真的很危险 所以民众一直跟我翻译 然后我也请了市政委 相关单位很好 他们都帮我增设了 就是增加了那个路灯 就是加强 然后让那些路段就变成更亮了 那陆陆区 因为那经费 如果从中山一路到中山 就中华路这边来 费用可能会很高 所以我们先逐步的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去把它完成 包括冷孔干 轻轻空空的 厂住跟寓住的问题 那至于说寓住的话 以前设计都是寓住 那现在在民国1019年台北市 已经都把寓住改为厂住了 因为厂住它才能牢固 久了也不会有轻轻空的声音 所以像最近中山一路 已经开始在更换了 所以以后这都是我们基隆市 应该要慢慢的去推广 去把它改变 让我们有一个很宁静的 一个城市 然后很安全的卤 然后照明方面也就是设备很足够的 包括监视器方面都要加强 这是我们的治安问题 谢谢 所以就是入屏 灯亮 水沟通 这一件是民众非常在意的事情 因为就是切身的关系 所以在地的发展 在地的基础建设一定要做到 那刚才有说到一件 就是基隆市多余的城市 民众其实基隆人还蛮爱运动的 我碰到真的是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争议座 他其实结合了区里的力量 来推这个桌球运动 担任桌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曾继妍 为了将桌球运动推广到社区 与重文理携手合作 活化里民活动中心的空间 打造成设备完善的桌球运动场地 造福在地民众 我大概从博中一年级二年级都在打桌球 那出社会以后 那也当了我们基隆市座委会的主委 那我想就是利用大概 李明慧堂平常闲置的空间 然后再来设置 来构置一下那个桌球设备 然后让那个这些长者啊 热爱桌球的朋友啊 有那个运动的草地 首先要先感谢我们曾继妍曾议员 他在去年度的时候 帮我们重文理争取到那么好的设备 桌球设备 还有场地的重新整理过 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他 大力的推动基隆市的桌球 那我想桌球的运动啊 是从应该是从国小 甚至到幼稚园国小 一直到八十几岁的长者都适合 那我想基隆市是个多余的都市 城市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桌球运动就仅限在室内 那基隆市来发展桌球的运动 是非常的好 那桌球的运动也能替这些长者 带来一些反应啊 一些身体的动作啦 一些脚步的硬朗啊 都非常非常有帮助 桌球委员会主委 市议员曾继妍强调 桌球运动老少嫌疑 又是室内的运动 他认为对于经常下雨的基隆来说 相当适合推广 未来会持续努力找寻适合的场地 让桌球运动深入社区 也向下扎根 真的国家的人民健康了 未来就解决了非常多的社福问题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真一座 刚刚同事就在分享 他不只自己架这个桌球桌 连桌球派都可以自己做 我要请教一座 谢谢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 那我本身也是我们基隆市体育会桌球委会的主委 那本身也很喜欢打桌球 那我想我就是在平常时间的时候 跟一些里长在聊天 那尤其里长跟我讲说 我们这礼民会堂啊 长期啊都空空在那边 那除了办晚会 或者是一些庆典 有用到 那平常都是关在那边 那怎么样来去活化这个空间 那当初啊 我就喜欢打桌球 我就想着说 那我们是不是 请我们市府来构置一些桌球 的球桌 那让我们长者能够来这边活动 那里长 那崇文里的里长 陈敏凯跟我讲说 这个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就从我仁爱区 然后崇文里来做起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构置了四张球桌 那也感谢我们仁爱清空所常立 有配合我们 也很支持我们 让我们试试看说 这个构想可不可以 那后来说 构置了以后 那我本身喜欢打桌球 也有号召一些 爱打桌球的一些长者 那才发现说 这个运动一定要推 为什么这个运动一定要推 因为很多长者 尤其是退休以后 那他也不知道要干嘛 他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他就是做一些爬山 他也爬不上去 他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 他又没办法 他的体力跟他的身体 又没办法 那他就说 我说你在这边打桌球看看 他越打越有兴趣 然后爱好者越来越多 那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把我们基隆市 一些闲置的空间 加以来活化 那尤其对于体育的方面 也是能够来推动 那在这边 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 能够把所有闲置的空间 然后把它活化 作为一些游戏也好 运动也好 以及增加亲子关系的活动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 尤其是最近我们小爱 我们小爱的爸爸 我们谢市长 把一些闲置的空间 当作一些幼儿园 幼儿的活动游戏的空间 这不错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少指望嘛 你鼓励人家生小孩 但是尤其是在市农工商 生活这么紧张 一些基隆又多余 然后一些家长 生个小孩以后 要假日要带他出去玩 然后跑到台北 跑到新北 跑到台中南部更远 那现在有的 室内的这些游戏的空间 然后我想会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 是真的 也就是活化这个闲置空间 那当然在各里各区 在我们的异作检视之下 都有不同的新生命 我们要请教何宜泽 像我们信义区 在这个东光路32巷这边 就有一个当时就是一个非常杂乱 这个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又被这个附近居民检举有噪音 然后又是非常的 又是半夜在那边施工 然后又张又乱 所以说在104年3月18号的时候 我跟市长施政总咨询的时候 市长就有同意我 就是说在那边 本来是做一个口袋公园 那结果他104年 他当时他们的约还有四年 所以说他108年 他的合约才会到期 所以说在合约到期之后 他们有官司 所以说在110年的时候 这个市长就陪同我一起 就是去现场现刊了 那现在就是要跟市民朋友报告 就是说那现在已经开始动工了 现在就是他在111年12月19号 已经强制拆除 那拆除之后2月8号他已经开始第一阶段的施工 那现在是4月28号的时候 因为这里牵涉到电线电缆地下化 这个总工程费是645万 我争取到645万的一个工程费 那电线电缆地下化之后又多了200多万 所以说他在整个的施工 他现在是有点delay的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因为配合台电跟自来水的管线 所以说我会继续的来督促这个督发处 让他能够在这个骑程内完成 让我们附近的居民有一个小而美 现在不算是口袋公园了 因为现在是645万再加上电线电缆地下化 这是所谓的第一期 如果说第二期我再继续来争取的话 再把它绿地上面再把它丰富 因为有很多老人家有跟我说 他们需要有一些就是运动的一些器材 那小朋友也需要有一些就是比较缓和的一些 这个沙坑或者是一些适合老人小孩的一些 这个运动的一些空气材 所以说在这里我会跟我们附近居民会再开说明会 依照地方的需求来设立 是就是要倾听地方的需求 剩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教美秀姐 其实在中山区也很多 对对对 现在我个人是觉得国家的闲置土地真的太多了 不管是港务用地占卜用地或是说国有财产局台肥 包括一些银行彰化银行 土地很多闲置在那边变成杂草跟治安的一些 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然后盲点我希望说我们这些国有土地 闲置的土地全部要把它规划一下 年轻处然后把它规划好 做例如说停车场也好 或是亲子公园 老人家的早起会都没关系 你看现在年轻人几乎都是在室内 就是网路而已 他附外的空间真的太少 包括篮球场 网球场各方面应该要活化起来 把这些土地 闲置的土地全部活化起来 而且要美化作为公园 这样子 谢谢 今天分享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倾听地方的声音 让我们基隆越来越好 越来越宜居 感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